好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 saspary number and gejero ma from 5 第七课的 然后后面的部分 前面的部分是我们画 historgram 然后frequency polygon and archive 然后现在后面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画variance and standard division 算variance and standard division 然后在这一边呢 他的这一个表的这样的一种做法呢 是我以前一开始教补习的时候 很喜欢的一种做法 可是后来呢 我都不做这样的事情了 ok 所以我现在也不要大家用这样的方法 ok 不要 不可以 ok 不能够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table这样对不对 你算出来 拿到对的答案哦 k0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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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ga goes 0 脚半0 啊 so 你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你只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你在这一边 你有这一个midpoint 你就算一个midpoint midpoint的情况之下 你就有1加5 然后除2 然后你拿到是3 然后6,7,8,9,8 13,18,23,28 ok 然后我们的 mean呢 你就要有 sum of fx over sum of f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三乘一加 sum of fx f是一乘三 一乘三加三乘八加七乘十三 加九乘十八加八乘二三 加四乘二八 然后整个东西除 那个 sum of f 一加三加七加九加八加四 这个我加上来十 九加一十七加三十二十三十二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什么东西除以三十二啊 我就一乘三加 三乘八加 七乘十三加 九乘十八 八加八乘二三加四乘二八 五七六 然后再除以三十二 我拿到的是十八 这个是它的 mean 你一定要这样写出来 这一边下面的这也要这样写出来 你没有这样写的情况之下呢 它直接给你达到k0 加半零 sbm的批改方式就是这样 只要你的这一一行没有写出来的话呢 直接给你k0接零 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 ok 你没有这样做哦 你用刚刚那种table这样的方法来做哦 呃 我觉得table的方法很爽啊 真的 你就算一个算一个算一个这样 然后跟它夹上来办吧 然后可是呢 那一个的方法呢 会直接给你k0接零 就讲你拿不到版本 ok sbm的批改方式是这样 so 呃 我一开始回来教补习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种table的方法 因为table的方法容易嘛 然后后来呢 我才发现到哦 在 mean variance 的算法的时候 不可以用table的方法 一定要这样写 除此之外 还有amx的from 4 chapter 3 index number的那一边 i bar sum of iw over sum of w 那一个也是要这样写 你不可以用table 你用table就整体错完了 ok 好 接着呢 我们知道 它的variance sum of fx square 然后over sum of f 写 mean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东西 造结 然后-18 的square 啊 有学生就问我啊 是中文不可以直接拿这一个 18的square或者是576的square so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sum of f fx 就或者是我在这一边啊 我这一个 我的fx 我square它的话 它是fsquare xsquare per fsquare 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 它不等于 fxsquare per fsquare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啊 我的这一个 它就会变成 刚刚这一边 我特地写1乘3 然后我只要在这边 我放square 3乘8 square 7乘3 square 9乘18 square 18乘23 square 4乘28 square 11668 所以它会变成1668 除32-18的square 除32-18的square 40.625 所以我的standard division是square root of 40.625 6.374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midpoint的情况之下 1加10 除2 就5.5 这一个是frequency 这个是x 5.5 15.5 25.5 35.5 45.5 so 我的min呢 是sum of fx over sum of f 所以它在这一边是3乘5.5 7乘15.5 14 25.5 然后 13 5.5 然后6 45.5 然后再全部一起除 分母这一边 这一个是3加7加14加10加6 10 20 30 40 so它的这一个分母是40 然后我们这一边就有3乘5.5 加7乘15.5 加14乘25.5 加14乘25.5 加10乘35.5 加6乘45.5 加6乘45.5 1110 1110 1110 然后除40的话呢 它变成27.75 所以它这一个等于27.75 然后我的variance呢 是sum of fx so variance 是sum of fx2 but sum of f 再减掉min的square 所以它在这一边是这一个东西 只是它的这一个有square 剪掉27.75的square 所以我在这一边这一个square 然后这一个也square 然后这一个又square 然后这一个还square 这一个也square 35900 嗯 所以这一个是35900 除40-27.75 square 除40-27.75 然后我的standard division 是square root of 127.4375 直接square root 刚刚的variance 就是standard division 11.829 好 就是这样 这一个就跟我们去年 学的类似的咯 只是去年的是ungroup data 嗯 然后它的x是直接用它的x 我们今天要找它的midpoint 它的x是它的midpoint 多一个动作 其他的都一样 ok 好 接着第70面的这一边咯 我们有那boxbox so 在这一边 我们要找出它minimum value first quad 然后 然后 medium 和maximum value 然后接着用这些value来找它的boxbox ok so它80 是80个人是它完整 所以它最高的情况之下呢 是90.5 所以它的这个maximum呢 是90.5 它最低的是0.5 80的一半是40 40过来这一边 ok so我们这一边40过来 然后 啊 这一个是 42.5 对42.5 所以明天是42.5 然后它 20这边过来 下来 这一个是30.5 然后60 这个过来 下来 这个会是56.5 so 这个是56.5 然后我们画的时候呢 它Q1 Q3 然后横线过去 然后这个是minimum 这个是maximum 这样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是 呃 30.5 跟56.5 30.5 30.5 然后 56 30.5 56.5 好 在这一边 然后 它中间是42.5 42.5 42.5 这个是minimum 然后 这一边 0.5 90.5 然后 这一边 就一条线过来 这一边一条线过来 好 就是这样 可以 so 它的shape的话呢 它是属于 那一个题目 作业 它提供的答案是 symmetrical distribution symmetric distribution 我自己觉得哦 给我 我没有看作业的答案 呃 normally distrib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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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着 在这一边 它 是两个class 然后 他要我们 算它的min和standard division ok 然后接着 看谁的performance performance 比较好 然后谁比较consistent 所以我们知道呢 它的那一个battle performance 是它的min 比较高 consistent 是它的standard division 比较小 ok so 这一种题目呢 它 呃 有时候它会设计到 让它的min 是一样的 50 加59 除二 54.5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那一个x 54.5 64.5 74.5 84.5 so 54.5 ok 54.5 54.5 64.5 74.5 84.5 84.5 94.5 好 然后 接着 p呢 它的那一个min呢 会是等于5乘5 4.5 6乘64.5 9乘74.5 9乘74.5 然后 3乘84.5 2乘94.5 然后 全部一起除 这一个 5加6加9加3加2 5 5 2 5 6 9 25 所以它这一个分母是25 然后q的话呢 它的min呢 是 2 5 6 9 3 2 5 4.5 6 4.5 2乘5 4.5 4 4 4.5 然后 10 乘7 4.5 6 乘8 4.5 3 乘9 4.5 然后 它分子这一边 10 20 25 也是25 2加4加10加6加3 它也是除25 ok 好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就5乘5 4.5 6 乘6 4.5 9 乘7 4.5 然后 3 乘8 4.5 然后 2 乘9 4.5 ok 所以 它是1772 5 5 除25 所以 它mean 是70.9 ok 然后 呃 在这一边 它的variance呢 会是 刚刚这一些东西 造型 但是它这一个有square 剪掉 剪掉70.9 的square 所以 它在这一边 这一个除25 剪70.9 的square 5 乘5 4.5 square 64.5 64.5 的square 74.5 的square 骂4.5 的square 94.5 的square 94.5 的square 哇 129046 除25 减70.9 的square 然后拿到是135.04 ok 但是我们比较的时候 用的是standard division so 我的standard division 是square 135.04 所以是11.62 好 我q的情况之下 2 乘5 4.5 4 乘6 4.5 6 乘 84 5 3 乘9 4.5 1 1 5 7.5 4 除25 46.3 嗯 等一下 有东西弄错了 2乘5 4.5 4 4.5 然后6 乘8 4.5 中间 中间少了一个 10 乘7 4.5 6 8 4.5 3 9 4.5 所以它这个是1902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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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5 6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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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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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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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76.1 所以除25-76.1 的Square 17.44 所以它的StandardVision 会是Square17.44 所以我在这边SquareAnswer 10.84 好 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说 我们比较76.1跟70.9 这个比较好 然后11.6 这个比较好 又高分又Consistent OK又高分 发挥效的那个 和优势稳定的发挥 所以 所以 比较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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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frequency polygons so他要我们画frequency table 出来 ok 3439 so 34.5加39.5 除2 37 37 然后这边加5的话是42 然后475257 so我们现在要的是他的那个 frequency table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有35到39 对35到39 然后40到44 45到49 然后50到54 然后55到59 然后60到64不用了 第一个最后那一个是他 多出来的 然后过后呢 这一个是3 9 9 然后这一个是15 16 17 10 11 12 3 9 17 12 13 3 15 14 15 15 15 ok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找他的 mean 跟 standard division 呃 嗯好吧 这个我还是留住这边 so 这个是他 frequency 然后他这个是他的 mass in kg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就有这样的一个 画一个 table 然后 这样 好 我的 x 是 midpoint 3 7 4 2 4 7 5 2 5 7啊 所以我的 mean 呢 所以我的 mean 呢 会是 3 x 3 7 9 x 4 2 7 9 x 4 2 乘4 7 12 x 5 2 9 x 5 7 9 x 5 7 全部一起 下一个 7 x 3 7 x 4 1 7 x 3 7 x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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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 x 3 3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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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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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9 烯音 初误是48kg 好 我的variance 他没有要variance style的是standard division so standard division的话我们就直接来一个大的 ok 这个东西 -48.5的square 然后刚刚的这一个我就有37square 42square 47square 52square 然后还有57square 119225 119225 然后除 10 23 45 50 -48.5的square 所以除 50 -48.5的square 然后是32 -25 5.25 然后我们在square 图 拿到的是5.679 5.679 5.679 好 就是这样 kg 好 接着我们看73页的这个 73页这个算是总复习的 这个我另外的影片再录 我们在这里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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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